本文关键词,宝妈坐月子宝爸,出了月子,玲玲就迫不及待找我诉苦,只说自己可能抑郁了,玲玲本身属于身材员问道,生完孩子,坐月子不生气,更加发福了,而奶水却不怎么够,需要搭配奶粉。 刚开始的时候,奶水没下来,婆婆变着花两顿糖,喝得只想吐,每次婆婆都看着玲玲喝完,然后就会问,怎么样,奶水下来了吗? 如果玲玲说没有,那么婆婆就会拿出以前自己的经验来跟玲玲讲,会说,那时候,到八,九个月奶水就有了。 孩子生出来,奶水完全通了,都给你炖了这么多汤了,不行就拿点消滑药,或者找个催祖师给通通。 玲玲说,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,直接吼,生完孩子我是不是就没用了,就要变成一头奶牛,对汤又不是我让你炖的。 再说了,我生完孩子不需要补充营养吗? 很多人都认为坐月子是女人交情,以前通情达理的那个女孩子,突然间就变得像婆婆一样,很敏感,什么事都能激起心里的火气。 之前我也这么认为,我一直认为女人应该优雅一些,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好自己的形象。 直到怀孕生子,坐月子,那个时候真的毫无形象可言,身体疏弱到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形象如何,而且生完宝宝,腹部下垂,身材会严重走样,再加上没晚起来几次喂奶。 如果奶水足够的还好,奶水不够,或者奶水直直不下来,再被家人唠叨,那真的就很难保证不会抑郁了。 怀孕生子是一个女人,完成从女人到母亲的腿垫,只有当了母亲,才算完整。 都知道怀孕期间特别辛苦,前妻的孕兔,后妻睡觉了,坐月子也是一大难关,很容易患上抑郁。 据统计,宝妈在坐月子期间,最怕听到这句话,简直是宝妈的灾难。 因为生完孩子,女性体质本来就很虚弱,不管是顺产的还是副副产的,身体恢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。 这个时候,宝妈也需要格外关心和照顾,而家里多了一个宝宝,宝宝也需要照顾,虽然知道这个道理,但是在坐月子期间,也是特别希望家人能够多给一份关心给宝妈。 坐月子期间,你的家人说过这些话吗?一分钟认识我,亲爱的,我是牧年妈妈,孩子为什么动手能力差?孩子为什么不爱吃青菜?孩子怕人,胆小是怎么回事? 如果你有这些育儿困惑,请关注我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